各位同学好 那我们来看范例山 这一题跟前一题 这个人和船之间的位移关系很类似 只是这一次把人和船呢 换成玻璃弹珠和碗 那现在有一个碗在光滑的水平面 然后把弹珠放在最左边放释放 那弹珠滑下去的时候 其实会挤压到这个碗 所以弹珠往右滑 其实碗会往左边移动 这样子 可是呢 在整个水平方向 在水平方向上有没有外力呢 其实是没有的 水平向呢 系统并没有受到外力 也就是说系统的直心就不会加速 那它起初是禁止的 直心后来也会是禁止的 那就可以用我们 跟上一题很类似的 我们用直心位移的公式 直心位移的公式 质量1乘上1号的位移 加上质量2乘上2号的位移 除以总质量 好 那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0 因为直心并没有 直心的位移 我们写清楚一点 直心的水平位置 并没有改变 好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写成 0 就会等于 直接把数字带进来吧 那1 因为题目说 玻璃弹珠1公斤 哇 重的玻璃弹珠啊 1公斤耶 那乘上它的位移 再加上 碗3公斤 乘上碗的位移 去除上总质量 好 所以这样我们就会得到呢 1号的 位移 弹珠的位移 以上 碗的位移 就跟它们的质量呢 乘反比 1 那N1就是小M N2就是大M 所以就是 大M比上小M 也就是3比1 3比1 好 那所以呢 根据 题目给的 提示 这个弹珠滑下来 碗 碗 碗会向左跑 所以 这两个位移加起来 刚好就是半径 刚好就是碗的半径 20公分 所以我们可以写为 1号的位移加 2号的位移 就会等于20公分 那也可以看成是 4倍的 2号位移 因为它是1比3的关系 所以 碗 2号的位移 是5公分 这是第一小题的答案 那第二小题问的是 碗和弹珠等系统的位移 其实它要问的是 直星位移 可是 直星的位移不是0吗 直星的位移不是0吗 直接不是说直星的水平位移不是0 是0 其实是这样的 我们先把它写出来 其实 这个 不是只有水平方向有位移 牵直方向也有 水平方向位移是0 牵直方向勒 牵直方向就不是 因为 后来的 小 碗 碗的话 如果你看它的牵直方向 碗并没有上上下下的跑 可是我们的球 我们的弹珠有啊 我们的弹珠有 有变低啊 它的位置有变低啊 这个我们复制一份 所以在碗的位置没有变 但弹珠的位置有改变的情况下 其实 牵直方向的直星应该是有位移的 稍微的移一下哦 好像这样子 那我们画一些辅助线 那我们画一些辅助线 一开始 一开始这个 这个弹珠啊 是这么高嘛 可是后来变这么低啊 那碗的位置没有变啊 碗的牵直高度没有变 所以后来的位置哦 我们画一些辅助线 Y方向哦 其实它在Y方向是有位移的 所以我们就来直接算算看 直星的Y方向是有位移的 那就是很简单哦 只是把X换成Y而已啦 然后换成Y 然后再去除上 然后再去除上 种质量 好 那如果说 1号是球 2号是 碗 那Y方向呢 Y方向球它的位置 就是这个R 我们画清楚一点 Y方向就是 球就掉下来 那掉了多少 掉20公分啊 掉20公分 那Y2呢 Y2没有移动啊 碗又没有上上下下的跑 所以最后就是 1乘以-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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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 3乘以-20 再去除以 1加3哦 所以最后答案应该是-20 除以4 -5 5 公分 那它的大小 就是5公分 它要问的是量值啊 我们移一下位置 所以答案应该是5 好 那总结一下这一题呢 就是 让我们再练习一次 直心的位移公式 那是第一小题 那第二小题呢 第二小题是 是要告诉我们一个 关键就是 虽然说 呃水平位移是0 水平位移是0 但不代表牵直方向位移也是0 不代表牵直方向位移也是0 就要另外算 那为什么牵直方向位移不是0呢 其实可以稍微讲一下 就是因为 牵直方向有受外力 受到两个外力 如果以弹珠和球 和 不是弹珠和球 弹珠和碗为系统 那外力就会是这个 这个 其实是三个外力 地球对弹珠的力 mg 小mg 然后 地球对碗的力 这也是外力 右向下 然后 还有地板对碗的正向力 地板对碗的正向力 那这三个力今天加起来并不是0 这三个力今天加起来并不是0 这三个力今天加起来并不是0 这三个画出来的都是外来的 都是外来的力 加起来并不是0 所以造成说 直心在牵直方向有运动 好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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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